2019年年底 中國爆發中共病毒武漢肺炎之後 與中國只有一海之隔的臺灣成功防疫的表現 被譽為全球典範 週五 駐紐約臺北經文處和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 合伴COVID-19及臺灣國內及國際影響線上論壇 討論臺灣的防疫和成功 臺灣早在2019年12月31日就寫信給世界衛生組織 提醒中國武漢市可能有不明肺炎 31日晚上 臺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支署臨時召開記者會 對武漢市直飛臺灣的班機做登機檢疫 臺灣不相信中共說病毒有限度人傳人的說法 奠定了臺灣的防疫成功 有別於其他國家採取的居家避疫禁足令 臺灣從1月26日開始封關 禁止中國籍旅客入臺 禁止口罩出口 迅速行動過程公開透明 現在臺灣防疫成功並開始幫助其他國家贏得多國稱讚 比起瘟疫源頭中國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近期期間 臺灣衛生福利部疾病 臺灣有17億元的墙 其他國家 這真正的想法 臺灣的民眾 臺灣是一部分 而是一部分的 共產黨 臺灣和世界 共產黨 多國際上 臺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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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責任 疫情 臺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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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責任 新唐人記者柯丁廷 紐約報導